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曾经在斐济首都苏瓦的太平洋大酒店 Grant Pacific Hotel 外 袭击台湾代表 高年甲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在中共驻苏瓦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在未获得邀请的情况下 和另一名官员出现在酒店外 试图拍摄参加台湾酒会的奔客 台湾外交部指出 官员到场外规劝两人的行为 却被他暴力对待 一名官员因出现脑震荡被送往医院 视频人薛尼奈巴在他的节目中指出 高年甲是个打人的惯犯 在国内他还是个历史研究所的学者 现在北京当局就在提倡斗争精神 按照这样的路线 这类打人的战狼从南半球斗争到北半球 看起来未来还能升官的前途不可限量 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研究员史林 Graham Smith 认为 同一位领史在相隔两年的暴力外交事件中 都有份令人震惊 北京的海外代表显然有使用暴力的倾向 好像高年甲这样的外交官 已得到领导人的明确指示 特别是涉及香港、台湾的问题上 可以激进行事 视频人何旭认为 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外交官 卷入这样的丑闻 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当事人辞职、道歉、职业生涯被毁 但是在中共外交的领域 这样的野蛮行径 却成为资本 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 高年甲能从第三世界国家转到英国领馆任职 靠的就是非制那次的资历 好像这样的事情多了 外国就会更加清楚 中共和民主社会完全抵触的特性 从而导致更多的脱欧 2日早上香港金融管理局 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在台风中召开 约1%重量级金融机构巨瓶 以不同原因缺席 下面来看报道 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UCLA 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 余伟雄教授表示 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自从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 现在的香港已经变成中共可以直接管核影响的地区 他说 因为中共的手已经伸进来 所以香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东方之珠 不是那个香港好引以为傲的、自强自由、法治的地区 香港过去靠着英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法制的金融中心 那个地位会逐渐丧失 可能未来只会继续往下掉 不会改善 所以他们做的这些活动会议 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因为毕竟这是北京政府说了才算数的事 综合媒体报道 缺席的业界高层分别是 元旧可持续金融演讲的花旗银行总裁 Jane Fraser 就介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演讲的 黑石 Blackstone总裁 Jonathan Gray 原定3号任动荡释放如何管理资产 专题讨论的嘉宾资本集团 Capital Group的主席兼行政总裁 Timothy Armour 因身体不息不出席 北克来的行政总裁 C.S. Vancartakrishner 临时因工作安排取消亚洲行程 此外 原任专题讨论嘉宾的东方会理 阿姆迪 行政总裁 Valerie Bowson 及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主席 兼行政总裁 Timothy Armour 一号公布将决席 原任可持续金融专题讨论嘉宾的Valerie Bowson 因紧急家事取消亚洲行程 时评人桑普律师认为 金融巨头缺席最大的主因 是美国国会议员发声子 如果出席峰会 等同密认香港 还是金融中心 应许李家超合法 忽视他已经被美国制裁 他强调 而且港府推行国安法 动态清零政策 外资已经撤离 资金在香港已经不安全 人也不安全了 他向本台分析 这些唯利仕途的华尔街集团 摆出一个架势 派过副手去或财务奖去 目的是要套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希望形象上不要过度得罪中共 但同时也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配合的关系 上个星期 美国国会 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 众议员 McGorman Jim McGovern 和参议员默克利 Jeff Merkley 发声明警告 若扩大对威权政府的投资 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加速破坏香港自治 和居民自由 美国国会必将关注 敦促有关金融机构 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 余伟雄指出 中国好像马云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都被北京当局割韭菜 其实外资企业的风险是很大的 他强调 我是会特别谨慎小心 因为中国的经济各方面早期的优势 高成长的情况已经不在 在习近平第三任二十大之后 未来中国的前景非常有问题 所以都是跟中国和香港保持距离 可能是最明智的决定 武汉市的江岸区 10月31日通告 将从11月1日起 静默管理5日 大批居民纷纷抢在深夜 驾车逃离 还有大批民众深夜 擠爆超市抢购食物 下面来看报道 所谓的静默管理 就是指区内的人口禁止出户 消息一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网传影片显示 深夜的道路上 擠满密密麻麻的车辆 绵延不断 由于车辆太多 车笼堵塞至寸步难移的局面 还有大批民众深夜 涌入超市 商场抢购物资 超市内人山人海 2号武汉市 桥口区市民周先生 同本台说 我们这边现在是隔离一些感染的人 这个范围之内已经封了 不能够出行 武汉市黄皮区市民 叶女士感叹 今年最难过 他已经两个月 没到市内走动了 怕着被搞过时空半徊 被拉去隔离 每天就是上班 家里两点一线过日子 他说 我们这个区的小朋友 从暑假到现在 一直都是困在家里面 没开过学 没去过学校 所以很多家长辞职了 我们家里都有两个人辞了职 读幼儿园的更好一些 如果不是幼儿园的 就要有人带着去上网学了 今年我们这个地方 从8月26日一直到现在 都是没有公共汽车 没有地铁 最奇特的就是 小朋友们虽然不能够到学校上学 也都要天天做核酸 上报给老师 河南商业 如城高级中学一女生 被关在学校宿舍里面 她向妈妈哭诉求助 她发烧40度了 但没人理会 宿舍门是被锁住的 她妈妈致电学校领导 请求帮助遭拒绝 1号兰州因疫情风控 导致一名3岁的小朋友 延误医治死亡冲上热手 家长和小区的居民要讨个说法 遭到大批警察和特警镇压 地方当局要挟家长 必须承认小朋友 是霉气中毒致死的 否则不予以安葬 为封锁消息 目前当局撤断了该地区的网络 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Newell 表示 中国各地官员都在搞不尊重科学的政治防疫 他说 我觉得这种极端的防疫 真是应该停止 我劝这些高官 真是要关心中国人民的健康 如果你还是有点良知 有点正常人的思维的话 你应该关心中国人 而不是折腾中国人 2号 中国网络突然热传 桂冬铁路 宣布不再查验核酸证明的公告 消息一度引发各界 关于清零政策放松的猜测 还推升了香港股市 不过这份公告 在不久之后就被删除 当日 大陆媒体又报道了 关于多地核酸检测收费的消息 引发舆论关注 下面来看报道 据第一财警的消息 在11月份 某些地区乘坐高铁飞机 不需要检查48小时核酸证明 在港西桂冬、桂北铁路线路 甚至有公告表示 除了进京之外的乘客 不需要检查核酸 但是这份报告目前已被撤回 消息登上大陆社交媒体热手 据悉 广东站江旅游局 安徽合肥新桥机场 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 不过这些部门也表示 某些目的地的机场 仍然需要核酸检查 这个意味着 乘客需要有所准备 对此 很多网友表示不相信 担心如果不准备核酸证明 在出行的某个环节中 就会被拦截转运到自费隔离点 2号 受到放松清零猜测 和美联储宽松预期的影响 港股恒生指数收回15000点 先前恒生指数在1号 已经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华尔街日报 引用分析师言论说 在中共政府继续实施清零政策 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 港股长期持续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同一日 第一财经报导说 在最近时期 有地区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 进行了调查 要求随特定人群外 其他居民 自费进行核酸检测 对此民众憤慨地说 这就是名抢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收出门税的国家 网友指出 假设一家五口 三日全家人做一次核酸 按规定每次收费三个半 这样一个月就要开销175元 再看看四川农村低保护的保障金 就知道这个费用会成为严重的负担 资深媒体人黄金秋对大纪元说 七核酸 打疫苗 封城 催生产业链 中共权贵互相勾结 借着手中的权力 通过全民做核酸等手段发国难财 最后搞到国穷民更穷 最后甚至可能有意制造假疫情牟利 令成百上千的人迫在一起做核酸 市平人蓝述认为 中共的清零政策 主要是围绕着权力的延伸 和平稳交接而进行的 二十大前后 官方已经开始将所谓的精准清零 不搞一刀切 不搞过度封控 实际上已经是为清零政策的推长做准备 但是呢 中共整个权力交接 到明年两会之前都不会结束 所谓放松和封控之间的拉锅 还会不断地持续 近日《环球时报》新媒体报副主任 被称为胡锡进徒弟的高雷 突然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评论认为现在的雕盘 不要雕了 他日后的仕途可能不行了 下面来看报导 高雷在《环球时报》的官方帐号是紧直哥 他最近用去的小号发了微博说 我为我不当的言行道歉 在我多次希望在一刀切 同关评论的事情讲道理的贴文 被各种屏蔽 被各种违法后 一次次根换不知道 是哪个敏感词的常识失败后 我用一种无奈的方式 表达了对一刀切 同关评论等问题的不满 他说的一刀切 是指所有要回北京的人 只要在北京以外的 都不能够回北京 而他评论一刀切 同关评论的微博 遭到小粉红门的辱骂 然后高雷发微博说 这个对他进行骚扰攻击的人 曾在纪念无岸英100周年时 呼吁无烈士回家 高雷说 烈士也一定不会支持一刀切 同关评论的做法 高雷微博是这样写的 于是我在他账号下留言讥讽他 如果无烈士弹枪料怎么办 所谓弹枪是指大陆手机健康码app 自动弹出的枪口 显示健康码颜色 随后高雷发出两秒后就删除了 但是被人看到了 在他的下面 引来粉红门的辱骂 说高雷侮辱烈士 目前评论已都被删除 YouTuber Signy乃巴说 你在微博上各种宿舍 你都不知道到底哪些宿舍能够通过 这个本身就是很反常的 你本来想理性一下 不能够一刀切 不能够关评论 结果被这帮粉红追着来骂是美狗 你但凡指责中共这个政策不对 那你就是美狗了 你就是汉奸 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 这些是你经常做的事 现在别人对你一样了 早前胡锡进曾在毛泽东诞辰说过 虽然毛在晚年犯过错误这一类话 结果被毛粉门 骂明报暗扁 乃巴认为 高雷也应该有同样的看法 否则不会说无岸应弹枪的事 而他秒删那条微博 是因为中共应立法规定 不能侮辱列士 他因为气愤才将自己心里话说了出来 回过头来再道歉 等于是理规 一败再败 而1号传出消息 郑州伟建伟似乎要将动态清零的态势转过来 接着高雷在他的微博引用复旦大学专家的话说 后遗症很少会出现 基本可以完全康复 而更早时 他就发微博讨论过这件事 乃巴认为 高雷不知道老虎的运法 知道要在什么时候丢什么盘 只有那些粉红门 仍然在坚持动态清零 不过高雷以后可能很难再找下去了 当初胡锡进的时候 是西方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防范心 中共经济上升 胡有很多碉盘的空间 现在 碉盘难度高了 胡亦退休了 高雷这种碉盘 不会有任何作用了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